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爛韭菜,我是諾瑞 那我們這部影片呢,要講樂士1529 樂士在去年好像有稍微提過 因為他整個就是走一個橫盤啊 一個大區間的 走了好幾年的橫盤的整理 所以有大概去提一下 在我們稍微有提到形態的那一部影片 然後呢,今天這個 算是有觀眾又有提問 所以我們又有回來分析一下 那我們直接看觀眾的問題是什麼 樂士,目前跌破24線 現在是低點進場的時機嗎 好,謝謝 那其實觀眾這個問題 其實就有一個誤點啊 應該說 呃,他應該留言的方式 應該是問說 目前支撐看24線 現在是低點進場的時機嗎 對,他跌破了 那為什麼是這個低點進場時機 你看哦 跌破了24線 那會不會往這個季線 對不對 64線去做測試 那跌破了季線 那會不會又去往這個半年線 那半年線又跌破 是不是會往年線 所以這個問題就一個 蠻大的錯誤啊 對,應該說 支撐在哪裡 而不是說跌破 跌破之後 然後才說要做進場 這是一個蠻奇怪 除非你是看空嘛 對 現在是這個低點 然後放空 應該不是低點 應該現在是放空 做空的進場時機點嘛 這樣才是比較符合他前面 那頭跟尾是不對稱的 對,不對稱 我們都是看支撐才做進場嘛 對,那就是說 假設他在以前的慣性裡面 都是有守住 這個20線 這個月線 月均線的話 那我們再搭配這個平台 平行的這個 支撐 然後還有這個 上升趨勢線 從這個大區間 畫上來的 趨勢線 然後再做判斷 這個是 應該是觀眾應該要提棍的 而不是說 跌破嘛 對 跌破一定是變成壓力啊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這個 熱四這一檔 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他是下跌了7.35% 是用跳空開滴 然後又往上漲 然後又往下跌這樣子 拉高又再出貨 那我們 把這個20線 就是月均線給切出來 可以發現說 這一條嘛 MA20 然後可以看到 在禮拜四的時候呢 他這一天確實是把這條線 當作是他的支撐 但是你只有撐一天 那隔一天呢 他是跳空開滴 跳空開滴 他算是開得很低 開到戳到跌停板 然後往上拉 拉到了 也是剛好到這個20日線的位置 然後又往下壓 所以 這個線呢 很明顯看得出來說 有可能是 後面這段行情當中的一個壓力位 不過如果說 我們再去觀察 他前面這一波上漲的行情 跟下跌的行情中 對 可以發現說 他其實20日線好像沒有一個 所謂的支撐跟壓力的位置 他在這個 交易的過程 這個K棒好像都沒有 只有到 禮拜四跟禮拜五 這兩天比較有明顯說 他是一個支撐 轉換成壓力 那當然 我們如果說 是靠這個20日進場的人 那他如果跳空開滴的 一定是要做停損出場的啦 對 一定是要做停損出場 那這個就是算是解釋一下觀眾的這個看法 那我們就直接切掉 好我們再來講一下我剛才有稍微看一下半年線這個 MA120 那MA120呢可以看到我這個畫面中這個箭頭位置 可以看到他在這一波上漲嗎 你看我畫面中這個平行線大概落在19.6 那是從這個區塊 這個2019年 對 走了三年 到去年年底才開始往上噴 然後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有回撤 回踩 他的支撐 然後再往上走一波 那後面呢 是一個走一個 算是跳空開滴 又跳空開滴的方式 但是呢 可以很明顯看到他是不是守在半年線 所以我們目前要觀察的 反而是半年線 才是一個底部的支撐嘛 我們就先看底部就我兩個 兩個這個箭頭框起來的地方 那如果說再加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 他當初從高點跌落下來之後 他也是沒有跌破半年線 所以這一檔看起來應該貌似是需要去看半年線做判斷 當然我自己覺得每一檔都不一樣 那除了這一個像 這是5MA 就是5日均線 在我們這個擊掌行情當中 假設你在中間過程中有去進場去追嘛 這就是追嘛 然後呢 你可以抱抱抱到他跌破的那一天嘛 對不對 像這一天 2月15號這邊跌破了 這個5日 5日線啊 你就出場 因為沒有人會知道說到後面還會拉一波 搞不好這邊做一個 橫盤整理 然後就往下跌 這也是 比較有可能去預見的這個 形態啊 這個走勢 所以呢 我再來的話 我們再加一條上升趨勢線 那上升趨勢線呢 我主要連接啊 就連近一點的點 大概會落在這一根 10月29 跟這一根 11月12號 那主要呢 他也是 呃 不要碰到任何其他的線 然後往上去畫的 大概拉一下 我把它抓個 準確一點 一個是 15.6 一個是 16枕 好 15.6 好 16枕 那畫起來呢 這一根嘛 跟這一根 兩 兩條連接在一起呢 可以發現剛好 我只能說 剛好 他的位置是穿過去 這一條 這個 呃 他拉伸過來之後呢 的 向下去回踩的 這個位階 這一天呢 是1月17號 所以目前呢 我自己看的 看法 就是說 如果拉 他可以守住這個半年線 當然 他的趨勢 是比較有機會 這樣 橫盤 那反轉 是會比較迅速的反轉上去 這一個 下降趨勢線 對 因為要看 他如果說可以守住的話 代表說 你看他前面這個低點是 21.4 他如果說守住的話 代表說他也是守住21.4的位置 這變成底底高的概念 對 但是我們在這個短區 比較短的 這個中間趨勢的盤勢 可以看到說 這邊是第一個點嘛 第二個點 然後呢 第三個點 第三個點就是我常說的 在台股裡面 第三個點是一個 蠻大的壓力 不管他是不是突破 或者說 這個 直接往下跌 應該說 他不管他是 突破上去 或是假突破什麼的 我們就是直接 我會啊 我會直接就是不做單 在第三次突破的時候 就直接不做單 因為我個人認為呢 第三次這個突破呢 會比較失敗 他壓力一定是比較大 所以目前的位階 我自己看看看 我可能 就是先看嘛 假設手上有單的人 當然是先看這個 半連線可不可以守住 那如果說守不住 或是說開始做橫盤是最好 橫盤盤一盤盤到 上面這條上升趨勢線到達的時候 那才是我覺得比較好的進場點啦 對 那當然中間的過程一定有 非常非常多的支撐 那這個支撐呢 最終看看看 看到最底下是這個地方 大概也是落在他的這個平行線附近 19.65附近 再來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他整個大趨勢啦 35.5 那連接這個次高點 這個35塊 就是這條黃色的線 對 那這條線呢 之後 也是可以持續的去觀察啦 如果說 我們在沒有看盤的情況之下 那突然越過去 那下一個的壓力位 就會落在這個地方 那一樣 一樣執行這個第三次碰到 完全就是以做空啊 為原則 或是說直接不做 也是一種方式 那周線圖跟這個日線圖 其實沒什麼差別啦 就是主要可以看一下 關注一下這個19.5 19.6這個位置 對 就是落在大概19.5 19.6這個位置 這個平台 就是說不能夠跌破啦 周線級別的部分 不能夠跌破 如果說跌破 那當然有機會又反 反 反向又往下跌 但是可以看到他這邊是有出量 所以 呃 他上漲的趨勢應該理論上還是有的 只是 而目前的位階呢 可以在持續的在稍微做在等待 或者說你的資金足夠啊 那你可以從這地方開始往下承接 接到 這一個平台的這個 這個支撐 15 19.5這個地方 就慢慢接 接到這個位置 這樣子 那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那 我有往上啊 假設真的接在這個位置 那有往上碰觸到這個下降趨勢線的時候 我都會先行先出場 就是先 呃 部分停力這樣子 因為遇到壓力了嘛 他一定 會有這個 向下去 下跌的風險 好啦 樂視這一檔個股就 接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